大家好,來到我要做生意的頻道 又是我和大家討論一些生意或管理的分享 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下這個題目非常熱 但每個人都不夠這樣說 就是在90後,真的很難搞 首先,大家如果未知道我的頻道做甚麼 其實投資生意和生活都會放在頻道內 多點都是計投資,生活其實都是投資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中 按這個訂閱,按這個鈴鐺 我們的消息最快是你們的手信 以及我要做股神的專頁,大家也可以like文章版 文字版,以及我要做股神的APP,大家也可以下載 首先,90後是否這麼難搞 如果本身是70後,80後,甚至部分自己的90後 都覺得90後很難搞 又遲到了,又沒有交代,又旁馬 又叫極不做事,不求她,不出聲不做 好像很樸索迷離,有一個黑洞 所以大家說,90後不要搞了,遲到又不說 嘴吐是甚麼,又沒有交代,突然間辭職 好像很沒禮貌,又成這樣 其實大家可以盡管用你的評語去評擊90後 但結果,可能是否這樣,可能是這樣 不過,最主要就是,如果就算這樣,你想想想 你現在面對所有請人,一定是90後的 那怎樣?那怎樣?倒閉嗎? 全部用70後,60後,對不對? 所以第二,不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其實正面這樣想,都是有不同的原因 和不同的對一個工作和生活態度的需求不同了 如果這樣想,可能是積極點 看積極點,那我自己的觀察來講 的確,我自己請了委託來做,都在七屆做了 其實真的看到一個改變,因為由80後請到90後 所以我覺得幾樣東西可以去大家探討一下 第一,這個年代的文化是越來越漸漸 記住,不是90後一跳,其實80後已經在轉 90後,00後更加是,它就是result oriented 即是說,你給我一個項目,你要信得過我 你說給我一個結果是怎麼樣呢? 那你要解釋很清楚,就是放手 不要管那麼多 那基本上,可以與否,你告訴你什麼事 基本上就會成就感大一點 還有,如果你讓他去說,譬如 中間你想要他查罪 基本上就是派的博士 派得禮貌一點,站直一點 和派出去誠懇一點 這就不對 怎樣做呢?你要告訴他 因為來查罪的人,第一下就會看到你 如果他已经很累,放了工作,见到你笑容满面,其实会兴奋一点 大家都会舒服一点,他就自己会拍得好一点 你还想看他站直一点,又说这样的,怎么做事 不需要,所以换个人来说其实是好的 你不用像以前我做职业一代,或者更加我爸一代 告诉你,很细节都跟你说清楚的,毕竟了职业一代 是越来越不可以的,譬如以前那代可能是喜欢说 你不做我就炒鱿鱿鱿,这是压力,可能是均份式和填甲式 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多些情况,不可以用压力是自由自由的 我叫你做,东西放在这里,要他自己手去拿好一点 而以前就是把嘴巴塞在你口中,你做就做,不做就炒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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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就是懲罰和赞赏 无可口非 现在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去做多一点 不止80美都可能是这样的 基本上可能这个新的 其实不是80或90后 是新一代的管理是需要EQ多一点 所以大家崇尚多一点赞赏和赞赏 大家都是在东方的思想这边就会落后一点 因为大家在这方面就要遵循西方思想多一点 因为他已经很早的情况是赞赏 以及心理学家说一个管理人 你去赞赏一个人他的力量是大一点 当你惩罚他某程度上有用 但惩罚到某个地步他会累 然后去到盼屁 所以你去教个小学生也是知道 如果你骂他的时候 反正我也是这么坏的 不如再说下去吧 但你赞他的时候 他自己有个不好意思的感觉 去退后给你 因为他已经辜负你 而且这个正面的影响 是有用的 而因为之前没有证明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有用 是不代表六十后七十后八十后有不同的 所以是一个文化上 社会和psychology的Evolution 去改变了今天的态度 也是直接影响当时的教学 如何教90后或者00后的一班年轻人 第四就是透明 其实也是同一意思 就是90后其实很容易估计 不是很难估计的 总之给你一个项目就去到最尾 如果有什么惩罚 我愿意受到惩罚 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赞赏 我也很想知道什么赞赏 就不可以是有些 Hidden agenda 不是不可以 少一些Hidden agenda 尽量要透明 尽量都说出来 所以Be Transparent 是最好的例子 基本上可以写包单 告诉你 可以怎样做呢 我建议每一个的 Decision 的改变 其实一定会换来超大 极大的抵抗 当你没有关注他的时候 他一定 这个新的不是一定90后 是这一代的管理人 的工作人 一定会跟你反过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我做 你完全 我继续不出什么事发生 我不知道 你迫不出我的脑想事的时候 你迫不出做事 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我建议的 每一个Move 都有一个资讯期 尤其是大Move 譬如转地点 转地点 搬办公司 就算移动一下 训练 都最好大家有一个 询问期 有一个星期的资讯 然后有Decision 再有一个星期 去给大家问 全部的 process 都缴绕多一点 所以这个就叫Transparent 我可以相信大家 去批评一些 我自己试过用 基本上免了很多之外的争吵 除非现在时光堕楼二十年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做 所以新一代的管理人 与Move 所有教学 也是跟着有些改变的 但是有两件事 大家都要和他说 基本上 好像就他一样 其实不是就大 不是互相迁就 因为这个世代的管理人 是需要改变 Evolution 就要去改变 所以我说两件事 大家一定要清楚 如果你觉得某同事 是基本上 经常迟到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和他说 坐下 迟到是不可以接受的 一定要说清楚 因为这个不仅是公司的成本问题 是自己来投生社会 一个最主要的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迟到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给足够的时间 说一个遮掩的时间 或者说足够的时间 说我做不到这件事 或者做不及这件事 令到之后的人 可以早点去做安排 令到你不会做一个樽颈位 因为一个迟到 或者一些人的时刻 或者一些生产内的时刻 是非常正常的 最不正常的就是 最好时才知道一个人的迟到 或者一些事迟到的发生 令到整个大局已经演变了 所以又或者 有时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会迟到五分钟 没有所谓 十分钟 现在都很流行说这个话题 其实准时就是准时 你可以按自己的部分 自己的时间 用自己的风格 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但是你迟到的时候 假设五分钟而已 很选 假设在会里面有十个人 每个人都捐五分钟给你 你就捐五十分钟 这是一个不止生意的问题 又不是不止社会的问题 基本上是一个尊重的问题 因为大家能够做一个信心 大家可能很忙 大家放下这件事去开会的时候 你应该要准时到 其实实际是要早一点到 去设计PowerPoint 所以这件事要准时 就说清楚 不过你拔在一边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迟过发生 希望你可以和他说 就是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或者有什么是我不知道 令到你会迟到 可以帮你舒缓到的 你一定要这样去问 因为你不能劈头说 你怎么会迟到 你搞什么 你死定了 你没用的 其实你劈头已经假设了 故意迟到的 有什么办法谈 就是找交换 所以也不符合现在的时间 你试一下这样的用 基本上是正面很多的 第二点就是交代 如果你又觉得 某某同事不一定是90后 某某同事是没有交代的 基本上你要和他说 没有交代 是不能接受的 你尽量可否有交代 什么是有交代和没有交代 你要和他说清楚 有交代的意思是 就像打球那样 因为你看到球场 好像很静静静的音乐 其实球场全部是粗口横飞 自己很多声吹 因为我老板 我偷球 你走 这些一定要是交代的 如果没有交代 根本不是合作 亦是共识的 没有合作 只有死水一条 没办法可以走的 所以这个不关60后 70后80后 90后 没有合作 是没有可能做到任何大事出来的 所以大家知道 合作一定要叫叫叫 就是交代 交代和交代 那什么意思交代呢? 不止你迟到要交代 基本上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能做一个黑洞 什么叫黑洞呢? 我经常说的是 基本上你和一个人说 他有一个资料的黑洞 就是最终于全部吸收到 不会再说给别人听 喂,哪个A Peter 你会和我说给Mary听 我做不到一件事 帮我说给他听 噢噢噢噢噢 然后你没有射低 没有说到 或者你自己本身也知道 可能你会不在公司 或者去旅行 但是你又没有太早去说 就可能很迟一刻 喂,我明天突然间 这两个月我做不到这件事了 那就大件事了 其实交代也是 其实早一点想多些 人家的想法 和想多些其他团队 会不会不知道那些东西 说的就是 你宁愿overlap一些资讯 也不要宁愿没有说资讯 因为不overlap 大家最多说你烦 但是你没有overlap 真的万一真空 大家不知道 那一不知道的时候 长波就会散的了 所以你和他交代了 慢慢讲清楚 怎样可以帮到他 可以做这件事 大家可以细心想想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补充 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可以按lik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 做生意 不是大学专理 下次见,拜拜 拜拜